民主黨主席柯文哲笑著走入積壓庭 沒想到卻是上銬走出來震撼政壇 這是回顧這一年 談到金華城案 柯文哲態度很百變 時間回到今年初 明代爆料疑似圖利財團 即便在1月24號監察院提出報告 認定北市府有疏失 柯文哲卻彷彿佛置身事外 這道別是議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 柯文哲和威京集團才開始大動作回應 金華城如果你要辦 你們告訴我哪個地方不合夥 他說土利 我說對啦 土利 起初柯文哲態度自信 甚至一度連對啦 土利都衝出口 但在8月30號被簡聯搜索約談後 柯文哲態度急轉直下 聲稱自己今年3 4月才知道容積率840% 不到3個月柯文哲瞬間變成無辜的 遭政治迫害者 接連聲稱自己沒參加都委會 不知道會議過程和決策 甚至專業不是都市計畫 不然你是找所有記錄 我從來沒有參與過 說法一變再變 其實他就是要模糊交點家 要卸責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 還有太多的證據 可以足以證明 你在金華城的案件上面 其實介入很深 應該都聽到議員的尊尊的告誡 金華城在放任不管 一定會出事 如今卻突然改口不知道呢 那就是訴訟策略嘛 實際造舊 態度大不同 但這種種轉變 相關細節都將成為 檢方調查依據 三立學員 華少平林佳倩 台北報導 都會有在 看起來 有膽度 那也應該有膽度 也應該有膽度